十号帮助月蝉成功收服清月宴 但祈祷林疯狂吐槽十号是败家子 为了追女人脑子都尽水了 书接上回月蝉经过九死一生 终于成功与清月宴达成契约 然而十号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月蝉的身体 不过此刻的月蝉平静而祥和 他询问十号看够了吗 十号果断地回应没看够 月蝉拢了拢秀发浅浅一笑 我说话算话 而你也要道心先顾 你是在说那个约定吗 十号没想到月蝉如此洒脱 竟然真的还记着不久前的约定 但其实月蝉认为十号根本没有希望 在三千周的天骄大战中胜出 毕竟这场大战中的奇才数不胜数 还有着远古时代的年轻至尊 并且月蝉还认为以十号的天资 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 不应该分心于儿女情长当中 要更加注重修行才对 显然十号并不认同月蝉的观点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有各种情绪 依照你所说 重视修行忽略其他 那就会在路途上错过很多东西 十号查觉到月蝉得到清月宴后 似乎有些看破红尘的感觉 他紧接着便劝告月蝉 你不会要厌室了吧 回头赶紧生个玩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月蝉即便已经超凡脱俗 但仍然被十号的话语气了得够呛 十号继续说道 如果自己能够在天骄大战中独占凹头 便会让月蝉好好体验红尘美丽 相夫教子 月蝉漫不经心地回应道 好啊 你若能天下第一 十号看到月蝉的反应 竟然升起了一股求胜的斗志 他发誓必定会在这次天骄大战中崛起 随后他询问清月宴的奥妙 收取了这种西式宝火后 究竟有何不同 月蝉没有私藏 全部告知了十号 此刻他像是领悟到了一些东西 在冥冥之中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 要知道一般修士只有在点燃神火时 才会有极大的感悟 而月蝉没有成神 却拥有了这种领悟 这或许就是西式宝火造成的 在此基础上悟到 踏出自己的路 最终他们再次回到了天仙学院 此刻一口大钟在轰鸣 响彻天地间 而远方也传来钟鸣声 震动天地 悠悠回响 原来各大洲的钟声响起 便代表着天骄大战即将开启 这也为了提醒那些闭关的天才 告知他们需做准备了 莫要错过这一举事 都在关注的大战与机缘 在与月蝉告别后 十号又回到了至尊道场 祈祷灵看到十号灰头土脸的样子 猜测十号肯定没有收复生活 连清月宴都能轻易送人 这到底是大格局 还是脑子进水吗 你这败家子 为了追一个女人 将绝世古火都送人了 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那是古来最宝贵的火种之一 号称仙种 多少教主追寻 很多事都不可得 并且天骄大战已经临近 如果没有得到西式薄火点燃成神 那么在决战中 甚至连百名都无法进入 因为只有拥有无缺的仙种 才能让自身得到完美的进化 祈祷灵准备亲自动手 去抢夺大赤天火帮助十号 然而十号直接拒绝 他认为不需要神火 他依然能够崛起 虽然十号很想讲出 三世铜关与混沌宴的事情 但就害怕祈祷灵太冲动 不计后果地去撼动铜关 他还是决定过段时间在商讨此事 最终十号又在祈祷灵的逼迫下 背负大山修炼起了八九天功 不计后 不计后